鹰眼那些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知识一 在原著漫画中鹰眼曾被幻视委托组建另一支复仇者联盟队伍 并成为该支队伍的灵袖 这支复仇者联盟队伍名为西海岸复仇者 队伍的成员有钢铁侠 飞红女巫 黑寡妇 战争积极 月光骑士等超级英雄 西海岸复仇者是属于复仇者联盟的一个分支 主要是为了打击西部地区的罪犯与应对潜在威胁 知识二 漫威系列剧集鹰眼改编自鹰眼缘度漫画 该漫画讲述克林顿将鹰眼这个称号传给凯克毕萧普之后 以浪人身份继续打击罪恶维护和平的故事 然而在电影中却把这个顺序颠倒了过来 在电影《复仇者联盟4》中鹰眼就已经以浪人身份在打击罪了 在《复仇者联盟4》之后的剧集鹰眼中才把称号传给毕萧普 知识三 鹰眼让人们最熟悉的就是他那百伐百众的剑术 超强的反应力和手眼之间的协调性 让他成为地球上一只最强的弓箭手之一 除了力无虚发的高超剑术之外 鹰眼还是一个近战高手 精通各种刀剑术与格斗术 能够熟练地使用各种刀人 鹰眼剑术之高超足以一刀将灭霸大军的怪物瞬间劈成两半 在朔灭事件发生后的五年里 鹰眼以浪人身份打击罪而使用的就是一把武士刀 知识四 在漫威电影宇宙中 鹰眼给小儿子取名为纳塔尼尔·皮特罗巴格 其中纳塔尼尔人自黑寡妇的本名纳塔沙罗曼诺夫 而皮特罗是取自在副处者联盟二里 一顾超级英雄快银的本名 皮特罗·彼得马克西·莫夫 鹰眼给儿子取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这两个在电影宇宙中 因为救他而死去的超级英雄 知识五 在电影中鹰眼在复连成员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已经有了个美满的家庭 可是在漫画中他却是个情种 其中和黑寡妇的感情纠葛最为复杂 鹰眼和黑寡妇相恋一段时间之后就分手了 黑寡妇转头就跑到旧金山和夜魔侠谈起了恋爱 鹰眼促以大发也跟到旧金山和情敌夜魔侠打了一架 知识六 鹰眼是妇联的吉祥物 在妇联一和妇联二里 鹰眼都有参加战斗最后赢人 在妇联三里 鹰眼没有参加战斗 妇联众人就都输了 后来在妇联四里 鹰眼回归参加战斗 钟英雄就成功打败了灭霸 看来在开团战的时候 得看看射手是否到位啊